Zither Harp 离开你以后 灵魂却不舍得走 所有的往事都还清晰的在心头 还想站在你身后 哪怕只有一分钟 看着你就已经足够 离开你以后 我的心不停颤抖 就是在梦里 也会想念你的温柔 从疯狂思念之时 直到生命的尽头 是否能再次与你幸福的相拥 爱的结局 我早已经看透 风中的梦 还苦苦的等候 最爱的人啊 如果你是风 注定遥远走 还是求你 如果想你的我 能否停留 爸 你知道我的亲生父亲叫什么名字吗 闻这个干什么 医生说 我的病转入急性了 如果再不动手术 不知道哪天就 有那么严重吗 我这次大赛得了奖 我想我可以堂堂正正地站在他面前了 所以我想尽快找到他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就见过几次面 你最近没有见他吗 没有 你看你这孩子 我跟你说辞职的事 你给我扯气扯怕的 身体现在越来越不好了 干嘛还不辞职呢 每次设计作品的时候 都会让我忘了疼痛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倒下 但是我还是要实现我的梦想 孩子 别这么苦着自己了 别干了 爸 你认识一个 叫刘培的人吗 我认识你 他是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我们公司的董事长 我怎么能认识你 可是刘董事长说 他认识你 你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是吗 分明有事瞒着我 希望妈快点醒过来 告诉我真相 是吗 能不能让人批准太阳 等一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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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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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我帮我 你帮你帮我 帮我 我很想喝醉 可越想喝醉 却越醉不了 原来我等你 等你回来 跟你谈一谈你跟明明结婚的事 该有个说法了 看你又喝这么多酒了 你跟我说过 我会明明结婚 你就救珍珍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伟大的母亲 怎么能说得出口 我竟然拿人的生死 随随便便地做交易 就算是没有你 他也够辛苦的了 何必再去逼他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这么做 怎么还能心安理得呢 你的良心就不受谴责吗 你知道珍珍 她现在有多么痛苦吗 你真是太狠了 好了好了 别说了 你喝太多了 她说 我 她感到很痛苦 我在她身边让她 痛到难以忍受 我一想到她痛苦的样子就心痛 好了 你今天喝这么多酒 什么也别说了 走 你回房睡觉去 走 嗯 我想 带着她逃得远远的 放弃 现在的一切 带着她离开着 可是珍珍说她很痛苦 甚至不愿意见到我 我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你真是没出息啊 这么一个女人把你搞成这个样 啊 我真希望你好好调整一下 浩威 去公司上班好不好 我 我们不该怎么你 我们不该是 我们不愿意见到你 是我们的心意见到我们 舅舅 舅舅 舅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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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 你怎么不进去 董事长 今天是你到设计室第一天上班 为什么不进去 我想到 我为了进入设计室所做的努力 一时感慨 就好像做梦一样 金钱 权力 朋友 都可能会背叛你 但是你自己付出的努力 绝对不会背叛你 既然你走到这一步 我希望你再接再厉 谢谢董事长 关于明明 我向你道歉 作为他的父亲 感到很惭愧 董事长 您不用这样 我没事 我真的没有事 现在真相已经大白 也还了我清白 所以已经不要紧了 明明他也会向你道歉的 不用了 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道歉 我不会接受的 董事长 我们进去吧 里边就等你了 好 我们进去吧 是 首先我祝贺大家 进入新州服饰公司设计室 我们计划用SPA品牌时装秀 来替代下半年新州服饰的时装秀 用我们的作品来办时装秀 那新州服饰的时装秀 就 selber帮助你 帮我付赚 和我做自货 不是 你帮我做自货 就帮我谁 你帮我拿就 我跟您一架 我做自货 我可以去掉 我 35 不然你 要我身培 因为我 我会亲自跟他说的 还有 要让那些新人明明白白的知道 在我的设计团队 没有实力绝对无法生存 这么说 真正也会参加时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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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小姐 外面有客人找您 客人 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是你随便来的吗 我是来找你妈 她不在吗 你找我妈什么事 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她 钱花光了 不是 我真的有问题要问她 我做了姐姐你跟我爸的亲子鉴定 我还没想到她 我还没想到她 因为她回来 我还没想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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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你自己自己是她吗 verr我 怎么可能啊 我怎么会有你爸这样的夫妻 既然你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那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就算你知道原因了 能改变什么 乖乖地把嘴巴闭上 给你的好处收着就行了 你这份资料不先拿给你爸 而是先拿到这儿来 无非是想跟我妈再作笔交易 再额一笔钱是吗 所以你就什么都别打听 给你的钱你就收着 安安分分地过你的日子 算了 我去问我爸 你真的敢去问你爸吗 真想被揭开了 你们都会被打回原形的 既然你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那你们为什么要帮我们 难道你只是为了让你的未婚夫和我姐分手吗 那你大可不必谎称你是我爸的女儿 你们那么着急地让我和我爸带珍珍姐回乡下 为什么 或许珍珍姐能够解开这个秘密 珍珍姐不是我爸的亲生女儿 而且年龄和你相同 所以我开始怀疑 本来呢我今天只是想确定我的猜测 可是现在我从姐姐的脸上找到了答案 你想怎样 那得让我好好想想 怎么样才能对我更有利啊 你真有意思啊 你以为你还有选择的权利吗 你和你爸是因为钱才跟我们站在一边的 你以为珍珍会原谅你们吗 你想想看 你和珍珍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 珍珍找到了亲生父亲 也许就会脱胎换骨 而你们呢 还不是被打回原形 珍珍浮出水面以后 也许你会更可怜吧 自己想想看 电话 陈秘书 珍珍 您能联系上总公里吗 我不能啊 她没上班啊 她不但没上班 她也不在家 我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 我都三天没联系上她了 三天 现在余董事长也在找她 刘董事长也在找她 这不乱了套了吗 对了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你知道吗 为了让你在这工作得舒服一点 我和总经理可是费了不少心思 谢谢你 你不用谢我 主要是总经理 花了不少钱 如果你能联系上总经理 记得马上跟我联系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我 不要把那些事情 都藏在自己的心里独自承受 疼就喊疼 辛苦就说辛苦 告诉我 我绝对不能让好未步你的后尘 爱情 爱情的值多少钱呢 当年我们不也是爱得死去过来吗 那我又怎么样了 你的儿子跟你一模一样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只有亲情是买不来的 我现在只有好为一个亲人了 我绝对不能失去呢 我不能失去 我还有几天没联系生号为了 所以叫你过来 这几天 这几天你有联系他吗 没有 我和总经理前几天 已经分手了 还是分身 却难为了那么多人 以后不要再做那种愚蠢的事情 我知道了 你知道后卫常去的地方吗 我不知道 请你以后 不要再为这种事情找我出来了 我跟总经理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我先回去了 对不起 以后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以前我说话很刻薄 请你理解一个迷迹的心情 我向你道歉 我知道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你的错 我也有百分之一的错 我一般绝对不会向别人道歉 但是今天我可以向你 为我那百分之一的错误道歉 对不起了 你是在向我道歉吗 我只是对我那百分之一的错误 道歉 如果那个时候 你没有跟我道歉 就不会有之后的事 于董事长也是 您为什么要向我道歉 就让我一直恨您不好吗 因为您 我已经跟总经理分手了 您又何必道歉 就让我一直埋怨您 不可以吗 这钱你拿着 我不是有意伤害你的子孙 拿到这个钱 把你的命治好 每次我想得到安慰的时候 我也会来这儿 父亲离开的时候 告诉我这个地方 让我感觉累了就来这儿 不好意思啊 谢谢 总经理 你干嘛突然转身呢 我以为有人在跟踪我 以为有人跟踪你 为什么还要转身啊 你为什么还要转身啊 还多人都说 我这张脸就是最好的武器 狡辩 你是来找我的吗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没有啊 我只是随便走走 就刚好路过这边 没有想到 刚好碰到你了 正眼说瞎话 你看看这周围 这么偏僻的海边 哪里有路走啊 还路不过 很多人都联系不到你了 你母亲 刚才过来找我打听 臣密睡了问过我 那你呢 我这么突然不见了 你就一点也不担心吗 大家都来找我 我觉得很烦 你就不要玩失踪了好吧 赶快回去 别让大家担心 我说完了 我走了 既然你都来了 不如陪我一天吧 什么 我会和你分手的 在分手前 就让我们像普通恋人那样 在一起过一天 为了能够跟我分手 你倒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可是我呢 总觉得这是当头遗报 总经理 所以我希望你陪我一天 让我拥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好 其实我们可以去你想去的餐厅 我没有意见啊 我能吃这些食物的 好 好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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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你怎么了 我去药肥生间 我去药肥生间 我的头发 烯肥生间 吃 算了算了 真真 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偷偷地跑掉了 我本来是想跑掉的 但是想一想还是算了吧 快吃吧 面都发炸了 发炸了也很好吃啊 爸 喝茶 你不要总待在家里 出去走走吧 换换空气 爸 我想上班 还不行 我还没有处理好烂摊子 我听说要用SPA品牌时装秀 代替新州服饰下半年的时装秀 这事需要我来参加 由部长来负责就行了 可是 是由我负责时装秀的相关事宜的 我才是设计部的负责人啊 你既然知道 还弄出剽欠案来 这感情用事 已经给公司带来多少损失 有可能差点把真真给毁掉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 经过上次这件事 爸 你对我很失望 可是 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 爸 你相信我 你能处理好跟后卫的关系吗 是 为什么 准处理好 这 很 不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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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爸不会去查珍珍的年龄吧 如果查出来了 那可怎么办啊 不会的 别担心 可是 如果小林开口的话 那就全完了 妈 不如我们向爸坦白 求他宽恕我们 蜜蜜 冷静一点好吗 妈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一切的责任 都由妈妈来担 你真的不用担心 小林她绝对不会开口 因为她是个贪得无厌的人 可是 蜜蜜 只是 你有没有做好 跟豪卫分手的准备 妈 怎么连你也说这样的话 我如果能放得下豪卫 就不会走到今天这步了 可是妈妈真的很担心 若不继续那么下去 你不仅仅会失掉浩威 珍珍还会夺走一切的 我们现在 只能暂时 按你爸说的来做 如果说一定要在现在 拆散珍珍和浩威 也许会使得起来 行了行了 这事以后再说 蜜蜜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要得到你爸爸的信任 得到你爸妈 这事以后 感谢观看 明你飞得已心碎的我 把爱放逐天际 答 神不由己 伤痛过后 不让你再哭泣 当每一次靠近你 我的爱却变成 伤害你最终的武器 当悲伤在你眼里 撕心裂肺的痛 却潜伏我心里 让我们的爱 真的不能继续 偷让我已经无法呼吸 也许是天意 无法背背的天意 就让我把自由还给你 哪怕伤在重心再痛 就让男人的泪 飘散在那夜里 在梦里 放手 把爱当成回忆 妈 你说 我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姐姐 姐姐肯定不会饶恕我的 姐姐发脾气还是挺可怕的 妈 你快醒醒吧 你醒了 姐姐就不会冲我发那么大火了 妈 姐 你怎么了 姐 没事吧 出什么事了这是 你脸色好难看啊 出什么事了 小灵 今天你 你就别管我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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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 浩微 浩微 你去哪儿了 这几天连个电话都没有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以后不见珍珍了 求求你救救珍珍吧 你就这点出息啊 碰到点小事就屈服了 我一直讨厌向别人下跪 认为更高明的做法 是快点想个办法来解决问题 可自己遇到这种状况 真的是身不由己 为了救珍珍 我愿意做任何事 起来起来 妈妈 妈 你眼这么大 不想看你这个德行 真的很抱歉 妈妈 我想去英国 你去英国 那新州服事怎么办 我待在这儿 永远也忘不了珍珍 我怕自己坚持不住 又会去找珍珍 所以 只能躲到远远的 到了英国以后 我会 重新学习那里 SPA品牌的制作流程 和生产技术 我会振作的 请您放心 以后不会发生 类似的事情了 求您救救珍珍吧 我求求您了 那你答应我 答应我跟明明结婚 妈妈 难道您非要逼我这样做吗 明明 对 可观伽 你 哥 津津怎么样了 他刚睡着 不过身体状况不太好 吃药了吗 吃了 但是吃了很多 他平时也吃这么多吗 吃了很多 那我向医生问问 看看什么情况 你不进去看他一眼 回头再看吧 都来了 为什么不进去啊 是啊 我都来了 为什么不进去 别人生下来呢 都有生存的本能 可是跟你生下来 好像只有真正的本能 人失去生存的本能 都会死 我失去真正本能 也会死吗 什么意思啊 你好好照顾真正吧 让他吃药 我先走了 哥 我问你件事 你说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真正姐的事 但是我向他道歉 他会原谅我吗 你回答我呀 你回答我呀 不管你做了什么措施 真正都会原谅你的 他为了你奋不顾身 你也知道 他是一个大傻瓜 不过 不管你做了什么措施 希望你如实地告诉他 我先走了 我姐会原谅我吗 我姐会原谅我吗 我正好又有好消息告诉你 刚好你给我来电话 这太好了 解决退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再见一面的 退婚 是啊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刘董事长要求我跟你面谈 解决退婚的问题 然后呢 再把消息告诉媒体 明明同意嘛 同意 我们公司在新州服饰 投资额巨大 我们就这样 可这都是浩威造成的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看来 素有女中豪杰之称的余董 也有对自己孩子 束手无策的时候 你先不要急一下结论 我认为我们再相互考虑一下 浩威跟我说她已经跟珍珍分手了 我想先让她和明明到国外去留学 然后我们再谈 退婚不退婚的问题 浩威为了那么卑贱的一个女孩子 这么伤害我们明明 作为母亲我首先就不同意这桩婚事 真是有其父必有棋子 这话说得一点都没错 你太过分了 余董 虽然我对公司的事情啊 是一窍不通 但是我会通过秘书室 把批女还给你 好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两个孩子一模一样 我没有什么偏埃 你什么意思 我只要董事长的女儿 是吧 加油 一两三叫服装修 亲自鉴定书 小玲手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在这 小心小玲 你们回家睡吧 我在这儿看着 怎么了 为什么小玲要鉴定我 你跟明明的亲子关系 你说什么呢 明明不是我的女儿 离开你以后 我的心不停颤抖 就是在梦里 也会想念你的温柔 从疯狂思念之时 直到生命的尽头 是否能再次与你 幸福的相拥 爱的结局 我早已经看透 风中的我 还苦苦的等候 最爱的人啊 如果你是风 注定要远走 还是求你 如果想你的我 只是苍天 却不能让我 用你在怀中 伴着残留的梦 交易时间折磨 只剩下我在身后 爱的结局 爱的结局 我早已经看透 风中的我 还苦苦的等候 最爱的人啊 如果你是风 注定要远走 还是求你 如果想你的我 能否停留